气象局在今天发布了高温资讯 台东泰马里高温飙倒了38度 还出现了焚风 不过双北地区有不少的民众就说了 下午2点钟左右出现了一阵怪风 包括了树林板桥地区有怪风侵袭 细致油家早餐店招牌被风吹落 气象局表示 因为封面前缘带来强劲西南风 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因此出现了风速增强的现象 路上行人手扶着帽子就怕被吹走 还有人雨伞差点被吹翻 18号下午台北市刮起一阵一阵风 也有民众说新北市树林板桥一带有怪风 来到戏指区这一家早餐店 橘色方框里原本的招牌不见踪影 老板娘说打烊后正在打扫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招牌直接落地 还好当时没有人经过 往门口一看才看到招牌掉下来了 大大的傻眼会觉得这是怎么了 真的是怪风 换位思考觉得说 就趁机换个新的咯 气象局统计 5月18号封面前沿强阵风 台北市观测到阵风7级 最大平均风也在10排达到7级 因为封面前沿带来强劲西南风 造成台中以北 恒川半岛蓝宇绿岛地区 出现8到9级强阵风 且西南风吹拂方向 因为台湾西北方有个喇叭口 东南方有绕流 受到地形影响 风速因此增强 封面前沿其实是有比较强劲的西南风 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封面逐渐的往南移动之后 风力会逐渐的减缓 预估傍晚之后 各地的风速就会稍微下下来了 不止怪风来袭 气象局18号也发布高温资讯 在中午12点26分 台东泰马里高温飙到38度 台东亮起橙色灯号 还有焚风出现 这几天天气不稳定 民众出门在外 务必留意天气资讯 记者杨祥云 黄明镇台北采访报道